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分手熊大林 现身品牌时装秀 提到有传旧爱过傅城最近生气当爹 熊大林坦言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恭喜他 不知道 没有消息 我不都是 不做这些事 如果他正式公布 你会不会传短讯恭喜 也不会 都那么久没见了 是不是没联络了 不需要了 问到他何时造人成功 熊大林叫大家多给点时间 顺其自然 问他是否要生四个 他笑颜 没有 哪有时间 生两个都不知道够不够时间 正在努力 时刻努力 时刻准备 老公有没有催 没有 大 家工作都忙 天王郭富城众多女友中 想到最多的应该是模特熊大林了 他曾经被外界认定是准天王嫂 最终却和郭富城分道扬镳 这是为什么呢 据悉郭富城和熊大林2006年两人 合作拍摄MV擦出爱了火花 郭富城亲自起点身高1.79米的长腿模特熊大林 担任其MV女主角 两人交往七年 期间一直分分合合 2013年正式承认分手 郭富城跟熊大林的七年情分手告终 期间耍花 枪闹分手屡次传出 有媒体爆料压垮二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小三狗云会的介入 狗云会公然在歌富城演唱会中出现 熊大林虽然两次宣示主权 以及霍国富城在万人见证事迹一物 但感情已显弦 对于外界疯传29岁的香港演员 狗云会是小三 郭富城回应没有所谓的第三者 此外 也有人指出 附带恋之所以突然玩玩 主要是南方既没有分担过女方的开支 也从无送过礼物 而郭富城表示 坚持不送礼物的原因 是不想养成坏习惯 而且有感于熊大林 自从跟他拍拖之后 走秀行情暴涨 名利双收已是最佳礼物 两人意见分歧 健身详细不断冷战 终于导致分手收场 不过 据悉 二人分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熊大林 一直很想结婚 希望天王嫂的身份能尽快扶正 但是郭富城完全零反应 对于结婚的事情总是一拖再拖 最后导致熊大林心灰一灵 老公对小三太有爱 孙丽反被曝光 亲密照孙丽主演的那年花开月 郑元最近热播中 讨论录报表 她日前也在微博上透露 有日门 都很关注这部戏 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微信询问 基本上问的都是 太坏了 她什么时候S 死 她什么时候S 她怎么还不S 她快S了吗 可是全S了 我连对的人都没有了呀 系中孙丽敌人很多 谢白则有最强小三随时在身旁 她在微博上PO出一系列老公 邓超与女儿小花的日常生活照 画面超有爱 邓超宁是女儿的眼神 牵小手的动作看得出来非常温柔 孙丽都忍不住知乎 都说女儿是爸爸 爸爸 上辈子的小情人 这话一点都不假 结果邓超也反PO孙丽与儿子等等的亲密照 用亏老婆的口吻 说我 夫妻俩的可爱互动 也让粉丝直夸一家四口好幸福 明道甜碗女友街头放闪 命理时报两人 早结婚明道被抱与前女团KISS 成员王亭轩密恋一年多 日则还被目击一同上传统市场买菜 互动犹如老夫老妻 女方还以手撑腰疑似有孕 命理时江百月 大胆只称两人早已结婚 前女方爱男方比较多 江百月稍早透过个人脸书捕损明道 王亭轩何时会结婚 结果得到雷霍风卦 他语出惊人表示 卦象显示两人应早已结婚 彼此以老公老婆相衬 但女方爱男方比较多 而且日后会有其他女性爱慕明道 江百月表示 两人今年或去年就有公开请客 确认彼此关系 双方家人也都见过面 但不论如何 从卦象看来 两人已确定是同居状态 而且彼此关系十分和谐 至于明道和王亭轩未来子女运如何 江百月补出的水尸卦 透露明道五年后才有机会有后代 夫妻俩最多生二胎 且二胎结为女娃老公对小三太有爱 孙丽凡被曝光亲密照孙丽主演的那年花开月 郑元最近热播中讨论录报表 她日前也在微博上透露 有人们都很关注这部戏 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微信询问 基本上问的都是 太坏了 她什么时候S 死 她什么时候S 她怎么还不S 她快S了吗 可是全S了 我连对的人都没有了呀 戏中孙丽敌人很多 谢白则有最强小三随时在身旁 她在微博上PO出一系列老公 邓超与女儿小花的日常生活照 画面超幼爱 邓超凝视女儿的眼神 牵小手的动作看得出来非常温柔 孙丽都忍不住知乎 都说女儿是爸爸 爸爸 上辈子的小情人 这话一点都不假 结果邓超也反PO孙丽与儿子等等的亲密照 用亏老婆的口吻 说我 夫妻俩的可爱互动 也让粉丝直夸一家四口好幸福 明道甜碗女友街头放闪 命理时报两人 早结婚明道被报与前女团Kiss 成员王婷轩密恋一年多 日昨还被目击一同上传统市场买菜 互动犹如老夫老妻 女方还以手撑腰疑似有孕 命理时江百月 大胆指称两人早已结婚 且女方爱男方比较多 江百月稍早透过个人脸书 不算明道 王婷轩何时会结婚 结果得到雷霍风卦 他语出惊人表示 卦象显示两人应早已结婚 彼此以老公老婆相衬 但女方爱男方比较多 而且日后会有其他女性爱慕明道 江百月表示 两人今年或去年就有公开请客 确认彼此关系 双方家人也都见过面 但不论如何 从卦象看来 两人已确定是同居状态 而且彼此关系十分和谐 至于明道和王婷轩未来子女运如何 江百月补出的水尸卦 透露明道五年后才有机会有后代 夫妻俩最多生二胎 且二胎结为女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